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叫Sterling S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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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Yard 对,Sterling One Yard 好,我们进去看看 哇,beautiful 这路修着,挺漂亮 你看看,你看看 这个深深的大树林子 这个路,深深的路 两旁的树都已经把上面的都遮住了 林荫大道 对,这叫林荫大道 旁边,你看看,这田园风光 是啊,而且那边就是山 真的,你觉得这真的是不是石外桃园啊 真是隐居生活 田园风光 真是,他说是史诗般的 真是史诗般的地,生活 这里 Sterling这个组装 他还有一种缆车 你可以坐着缆车上 他那个最高的那个建筑这个地方去 然后在那里可以平酒 坐缆车上去 然后可以平四个酒 然后重时三十几块钱 现在我们开始坐缆车了 我们退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Sterling 哇,nice 哇,nice 哇 哦,下雨了 这缆车 嗯 缆车已经开始升起来了 嗯,对 看下边 看我们可以看到后边的这边 啊,是个小湖 小雨 哦,这边有喷泉 嗯 哇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这里有一个小风泉 对 正好下雨了 外边下的还挺大 对 我们现在是软车上了 漂亮 beautiful and it's raining NASE NICE So good Lotus, you see lotus, lotus, lotus Lotus, me, let me see It's nice 很稳定坐在里面的感觉,不要害怕,没有 今天就下雨了 对 I don't want to clean that out I think that's it Sterling酒庄就是建在山边上 它紧靠山,所以说 它就发展了这种缆车的业务 对,它成为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 一个项目 看,下面很高了吧 现在说是你到Napa,没有看到 没有坐缆车的话,这是一大遗憾 It's slow, yeah? 对 对 看,从这里往下照 看一看 看,从这里往下照 看,从这里往下照 嗯 然后这里 这个酒庄 那个中文它们翻译成叫 叫 司令酒庄 这个酒庄呢,据说是 它的owner,第一个owner的妻子 是林哲徐的后代 在哪 哦 好软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这么快啊 还没做够 已经到顶上来了 哎呦,上了这个顶上 然后呢,正好下雨 下的还不小 看,从这里可以看到 下边群山怀抱 山谷很深 这个酒庄它的这个品酒和酿酒 都在这个山顶上 从这个山顶上呢,我们可以呢 就是把,就是说它有五个点 按照不同的指示标 然后到不同的点去品尝酒 而且呢,你还可以参观他们的工厂 很好 造酒的那些设备 我身后呢,是第一个品酒点 现在大家都从这排队 然后准备品酒吧 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不锈钢的一些大堵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些传送袋 你可以吗 这个传送袋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画的 可能那个葡萄应该是在那个槽子里面 对,在槽子里面 然后就传送到那里面粉碎 粉碎了以后 你看,粉碎了以后 然后它就到那个大堵里面发酵 我注意到它的这个发酵的过程呢 它上面写了 它说大概七天左右 那么在Navey 我们昨天看到了 Navey用Navey的那个 它需要有三十四十一个天 那么四十五天的这个发酵过程 那它需要的就是说 要把那个Oak的木头 那个味道要吸进来 它因为它是这个不锈钢的 所以说它这个 就没有这个味道的问题 所以说它的时间可能就很短 只有七天 用这个不锈钢的桶来造酒 它可以保持酒的纯正的味道 对 它这个地方也有大的木头 你看 也有这个大的发酵 对 它的大的发酵 你看到 它的这个大的发酵 它的数量挺少 它一般来说 就做比较高档的酒 它用这个木头的这种酒 那边的那种不锈钢的 所以说它发酵的过程就不一样 那个它不会 像这种不锈钢的 它不会有这种Oak的味道 对 对 但是它的这个酒厂 Sterling还有30多的品种 对 30多的品种 对 所以说每一种酒厂呢 它的制作过程就是不一样 对 你看 我们现在在这个最高的这个 Sterling酒庄 在这个Sterling酒庄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兰整个这个 Napa湾区 Napa这个酒庄 这不是整个了 这只是 可能这一部分只是 Sterling的他们的酒庄吧 对 一部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一块大的这个酒庄 然后对过的那个地方 远远的地方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看到 那个叫Castello 也就是Castello 城堡的酒庄 这个Sterling这个酒庄呢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地标性的这个建筑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 你到Napa来 一定要上Sterling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它一个最好的就是说 它还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山头 山头 然后在这个山头上 它有一个 缆车坐上来 缆车坐上来 然后可以从这个地方 湖南整个 整个周围 所以说这个视角非常广泛 非常的好 感觉非常好 今天呢 主要是有点下雨 所以说看 有点下雨了 下雨 那么看 就是没有效果 没有那么 那么好 再往这个方向去看 你看 这个就是这个大的 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真是个Valley 你看了吗 就是一个山谷 我身后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人们平时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坐在这个地方 一边品酒 一边赏景 非常狭义 酿酒 三十多种不同的酒 知道吧 那么最主要的酒 就是他们很有名气的 叫做长丝酒 Salgreen 那个酒 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 他就说 他说为什么我们加州 会生产出这么好的葡萄 他说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加州只有两个季节 一个是Wet 一个是Dry 再一个是Cold 再一个是Hot 所以说呢 这个这种季节呢 那往往对葡萄生长是最有好处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图形 那就是说 它的这个葡萄生长 是最最好的这个温度 温度期间是50到70到80度 正好就是咱们的气温都是这个 就是 正好是这个气温 所以说这个气温呢 它生长葡萄 就是very perfect temperature 就是最好的temperature 所以说呢 这个它为什么这个地方长得好 再一个 它说为什么说这个temperature 影响了这个Stirling的外 今天我们到不同的这个酒庄 他们说我们酒都不一样 我说你们酒为什么会不一样 他就说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个搞条件 这个地势不一样 然后湿度不一样 所以说那个图字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让出来酒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让出来酒也不一样 实际上它在一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呢 它也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有的用像这个地方 Stirling它是用什么 大部分酒它是用这个 用这个Stanless 就是说不锈钢的钢铜 而那个我们看Madawi 它是用这个法国的Oak 这种树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制造过程 而且他们的天 就是说发酵的天素也不一样 所以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主 现在我们开始下山了 品完酒 要要慌慌开始下山 哇 nice yeah beautiful 看到了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 做这个缆车 我们开始下山了 看Stirling它这个地理环境比较得天独厚 因为它仅靠着这个山 所以它可以发展这种缆车业务 然后让人们坐着缆车上来 然后在山顶上品酒 品完酒以后再坐着缆车下来 看从这个地方 看下去 是不是很漂亮 是的 嗯 这是下边 这缆车很稳 嗯 而且它的这个已经成了一个地标性的一个 Napa Valley的一个 Napa Valley的一个Landmark 所以你要来到Napa的话 你如果没有到做这个缆车 是一大遗憾 哈哈哈哈 没有了 不过就是独特的一种体验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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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山上到山下很近 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 嗯 嗯 它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中 哦 它这个 上的路和下的路还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看下的路它是通过一个中间的一个台阶下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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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来 你看 这边不清楚 还是要转过来找 看 看到了吗 看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个 谷 都 禁收原地 非常的漂亮 看到了吧 其实它还有一条路 嗯 可以让汽车通到山顶上 对 看就是这条路 看 非常的漂亮 你看绿绿的 它的那个葡萄园和这个一般的不一样的就是在于它的颜色是一种浅绿的让人看到心旷生意 而且是一种田园般的这种风景 所以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的好 心旷生意 这个缆车我一开始没上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害怕 其实好像真的不可怕 好像挺稳的 非常的平稳 挺稳 嗯 但是你看这边的话你看往下看 哎呦好像很高 对 嗯 实际上还是很高的 因为你这个 那边那个缆车是往上上的缆车 它有两条线 那一条线 往上上 然后这边的这条是往下下的 对 这是一种非常的令人难忘的一种体验 跟坐飞机一样吧 不大一样 哈哈 这种体验和坐飞机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不要就是大家坐个飞机 就不要再去体会这样的一个 这种体验是令人难忘的 我希望下一次你到这个哪怕来 一定要试一试 感受一下 到了 也就几分钟 到站了 已经下到山脚下来 漂亮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 不能排队等候了 等候的人很多 你看从这个地方看 Sterling这个酒庄它就是 就在山旁边 所以说它发展的这个缆车生意 让人们坐着缆车上那个山点上 那个烟雾缭窑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坐缆车下来的地方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我觉得这个品牌创造的好 这个idea好 现在还是晕 但是你看那边蓝田也已经出来了 看显得多漂亮 云无聊的 对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我真的是很喜欢 神仙住的地方 我们到此一游 这个因为它站的是最高的地方 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